女子带着婆婆送的聘礼来节目现场健宝 自称这个传家宝至少能买100万 专家鉴定后惊呼说道 你婆婆来了吗 如果她没在的话 这件事回去之后你也千万不要告诉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来到节目现场的女子姓王 王小杰上台之后 主持人热情的打招呼说道 王小杰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健宝现场 没想到今天节目一开始 就上来了一位大美女 听到主持人的赞美 王小杰笑着向大家说道 大家好 主持人姐姐好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 王小杰说完之后 主持人开始问道 王小杰请问你今天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在咱们健宝之前 你可以先给大家说一下吗 听到主持人的话后 王小杰看向大家说道 我今天带来鉴定的宝贝 是一只手环 只有这只手环是我结婚的时候 婆婆送给我的聘礼 当时婆婆送给我的时候对我说 这只手环是一件古董 是他十年前花了二十万买来的 现在市场价值至少能卖个一百万左右 如今这只手环也算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了 现在将这个手环传到了我的手里 也代表着他们一家的诚意 听到王小杰的话后 现场观众瞬间一片哗然 一只手环就价值百万 这王小杰的聘礼也太贵重了吧 这时候主持人也是惊讶地看着桌子上的小盒子 然后向王小姐说道 王小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重的手环 你现在可以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吗 听到主持人的请求后 王小姐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将手环拿了出来 这时候一只精美的手环呈现在人们面前 整只手环是一条龙的造型 黑白相间色泽很漂亮 主持人也是夸赞这只手环成色很好 不仅造型独特 做工也非常精细 不得不说 王小姐你婆婆对你真好 我猜你生活的肯定非常幸福 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心里非常好奇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 带这只手环来这里做鉴定呢 难道你怀疑这只手环是假的吗 听到主持人的问话后 王小姐无奈地说道 我自从嫁过去之后 在婆家生活的一直很幸福 婆婆给我的手环 我也一直小心地珍藏着 我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现场做鉴定 并不是怀疑这只手环是假的 而是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些状况 因为我们家一直是做贸易生意的 经常会有大额资金流动 前段时间我丈夫生意上出现了一些失误 导致资金链断裂 所以急需要用钱周转一下 而家里能用的钱又不够 思来想去 于是我就想到了这只手环 后来就带着这只手环 找到了一家交易公司 打算出手 交易公司也很快就找到了一位买家 当我和那位买家见面详谈之后 人家说买这只手环没问题 可是必须要有一家 专业的鉴定公司证书才行 于是我就找到了几家鉴定公司 然而每家鉴定公司 都需要收取高昂的鉴定费 正在我苦苦纠结的时候 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对我说 可以来咱们节目 找权威专家鉴定一下 于是我就来到了咱们节目现场 听王小姐说完之后 大家终于明白了王小姐的良苦用心 毕竟不到万不得已 她肯定不会将婆婆 送给自己的聘礼给卖掉的 这时候主持人看向大家说道 王小姐的这只手环 到底是真是假呢 现在就请我们的专家 来鉴定一下吧 主持人说完之后 王小姐就捧着手环 向专家走了过去 专家小心翼翼的接过之后 就开始仔细的研究起来 过了没一会儿 只见专家的脸色变得越来越严肃 难道这只手环有什么问题不成 这时候专家抬头向王小姐说道 王小姐今天你婆婆来到咱们节目现场了吗 听到专家的问话后 王小姐说 我这次是偷偷来节目现场的 家里所有人都不知情 他们不想让我担心家里的生意 而我只是想尽自己的一分力 毕竟我也是家里的一分子 这时候专家接着向王小姐说道 既然这次你来建宝他们都不知道 那么你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让你婆婆知道了 王小姐听到专家的话后感到非常疑惑 于是就问专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能告诉婆婆呢 专家随后说道 王小姐你这只手环是一只龙形环 俗称摇尾龙 这种造型从商代时期就开始出现了 而每个时期人们对龙的审美都不同 看你这只手环上龙的造型应该是属于汉代时期的 整体色泽非常好 做工也十分精细 然而鉴定古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那就是这个古域的沁色 而你这只手环的沁色叫做黑漆鼓 正常黑漆鼓用灯光打上去都是黑色的 而你这只手环用光打上去却是红色的 这种红色也就是我们现代的工业化学品 所以说你这只手环是一件艳品 刚才我之所以让你回家不要告诉你婆婆 就是怕你回去之后说了影响你们的婆媳感情 我想你婆婆当时买的时候 也不知道会买个艳品回来 这只手环虽然没有真品那么值钱 但是它真贵在这是一份新意 而这份新意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听到专家的话后 一开始情绪还十分低落的王小姐 慢慢的心里也想明白了 随后王小姐表示 刚才自己之所以情绪低落 是因为这只手环无法再出售了 自己也没办法再帮助丈夫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 她是绝对不会怪婆婆的 因为和婆婆生活在一起这么久 心里是能感受到婆婆对自己的爱的 那种感受是绝对错不了的 看到这里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主人公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